此次展览命名为嘉年华 在古希腊、罗马甚至更早的时期 嘉年华是平民唯一可以精情敌在公共场域当中 表现无视社会道德规范 嘲讽国家权威 表现心敌本能欲望的途径 在这样子的内容当中 我理解到人们透过生活去脱离生活中的痛苦 进而狂欢的精神性 对于我来说 在面对生命的一体两面间的挣扎 或感受生命无常与机械式的反复带来的荒谬与陌生感时 投入至创作亦是我的嘉年华 我犹如平民进行嘉年华仪式 脱去一切面对生活 面对社会 面对个人的矛盾等等所带来的顾及 尽情的创作 我以复合媒材作为我的创作方法 与材料材质与图像拼贴间 不断的狂欢 这是一场如同生活中悲痛的升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